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感受新一批单车的不同 记者拿出手机 在Hello出行APP上扫码打开一辆共享单车 在行驶一段距离后 尝试在车位上还车 在车位附近 手机上显示已经到达了停车点 可以还车 那么不是单车车位还可以还车吗 为了验证这个问题 记者将单车推到离车位40米远的地方 在APP上点击还车 此时手机页面显示无法还车 同时APP会提醒附近最近的停车点 只有41米远 在当前页面的最下端写着 接受5元调度费并继续还车 选择了这个选项 并且支付5元前后 车才可以在原地锁住 记者在APP中发现 共享单车使用范围很广 几乎覆盖了整个市区 单车的车位互相离得很近 甚至有些车位相距不超过30米 如果没有急事 还车还是十分方便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规划的共享单车停放点位 重点设置在了交通节点 地铁出入口等 尽量避免对行车与行人造成影响 同时也为市民在换乘交通工具时提供便利 省王都市刘畅宇峰报道 没错 为了让大家的出行更加方便 本次长城市将会陆续投放2万辆的共享单车 而且这些共享单车的指定停放点 离地铁站还有公交站都非常的近 很多上班的人都可以选择单车与地铁 或者是单车与公交车相结合的方式来上下班了 的确这就是大家提倡的低碳出行 低碳既能锻炼身体还有利于环保 何乐而不为呢 那今天我们的记者也来到街头 对比体验了一下共享单车和公交车的出行感受 最近可能很多市民朋友们发现 长春市内又重新投放了很多的共享单车 那今天我和我的同事就一起来到了工农广场 我们从同一地点共同出发 选择两种不同的出行方式 那我是选择共享单车的出行方式 我呢选择公交车出行 这两种不同的出行方式呢 我们也是想体验一下 这个花费的时间以及金额 还有不同的出行感受 好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我刚才坐公交车啊 一共花了两元钱 是从工农广场站坐到南虎贵尔站 等车呢一共用了两分钟 行驶时间用了六分钟 因为不是早高峰啊 车上还有座 所以坐车也很方便 那我刚才呢是通过骑这个共享单车 我一共花费的时间是13分钟 花费的金额是1.5元钱 那其实呢我们选择的这个路段呢 是在南湖公园的旁边 那并且这里设有这个自行车道 所以说我们在骑这个自行车的同时呢 非常的安全 而且我们也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享受 但是在享受的同时啊 我们也一定要注意好这个行车的安全 我就上那个不远 上那个工农广场 平常等客吧 这个交通有点堵 完了时间长 其实是这个方便点 就像跟朋友一起溜达的时候会选择 这个自行车道上很安全 不爱坐公交也不爱坐出租车 然后我觉得这车挺方便的 比我走的快多了还两块 记者了解到 已有约3000辆共享单车 投放到市区主要街路 记者也在其中一家运营公司处了解到 今年他们对于共享单车也进行了升级服务 锁上的变化 之前采取的是马蹄锁 需要手动去进行关锁 今年采取的是轮毂锁 对于规范的骑行也起到了一个防护的作用 在骑行中呢 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 是文明骑行 在骑行之后将车还到停车框里 为我们下一位骑行的用户准备好这个车 守望都市报道 共享单车正式投放使用 更加方便了大家的出行 不过呢 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 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爱护这些单车 不要违规私占 更不要恶意的损坏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再来说一说高考 再有几天呢 这高考成绩就要出炉了 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高考志愿的填报了 其实每到这个时候 社会上呢 就会出现一些自称是掌握高考招生 内部信息的能人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机构 他们以开展高考的志愿填报咨询为名 借机呢 就收取考生家长高额的费用 为此呢 吉林省教育考试院 在近日也发出了志愿填报的相关提醒 2021年高考志愿填报 马上就要开始了 记者从吉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 目前已在吉林省2021年 普通高校招生指南上册中 发布了各高校录取分数 为次等信息 供考生和家长查阅 指导考生填报高考志愿 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电子和纸质 两种形式的吉林省2021年 普通高校招生指南下册 供考生和家长自主选择 考生和家长可通过 吉林省高考志愿填报平台 免费查询电子版招生计划 纸质版招生计划将在正式 填报志愿之前发放到考生手中 强调在填报志愿期间 广大考生和家长需及时关注 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 吉林省互联网家教育大平台 发布的各类涉招 涉考政策和信息 如个别院校招生计划临时调整 将通过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 吉林省互联网家教育大平台 及时进行发布 同时指出 目前没有任何招生考试机构 高校与社会机构或个人 开展高考志愿填报指导的合作 切勿相信所谓的天价志愿填报指导服务 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 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不要轻信非正规平台上的 涉招涉考信息 警方上当受骗 守望都市报道 这志愿填报是大事 也是一门学问 有的家长可能为了让孩子 在填报志愿上占据优势 宁愿花费一定的费用 但是咱们退一步说 就算这钱你认花 又怎么能够保证 这不会是一笔智商税呢 提醒考生和家长 如果遇到填报的相关问题 大家可以向当地的教育部门 或者是学校进行咨询 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天价志愿填报指导服务 否则损失钱财是次要的 要是轻信骗子耽误了孩子上学 那可就毁之晚矣了 为了能够让孩子们更多的步入大学的校园 吉林省慈善总会也是连续多年 针对贫困家庭的学子 开展了圆梦大学助学项目 今年该项目更是加大了扶持的力度 只要是考上了大专学历以上的 符合救助标准的学生 都可以享受到每人三千元的助学款 高考结束录取工作即将开始 今年吉林省慈善总会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子的 圆梦大学项目力度再次加大 全省城乡低保对象家庭 脱贫家庭中被大学专科 及以上院校录取的考生 都是此次圆梦大学的救助对象 我们加大了对于一些个 乡村振兴重点扶贫县市的救助力度 我们给予全额救助 这个钱是由我们省慈善总会 来全额支付 其他县市的我们省慈善总会 采取匹配的形式 由省慈善总会和各市县区慈善会 共同来完成这个救助任务 乡村振兴重点扶贫县 包括静宇县 镇来县 通宇县等12个县市 符合救助标准的考生 在6月底就可以向各地慈善会 提出报名申请 7月20号报名申请结束 各级慈善会审核通过后 每人3000元钱的助学款 将在8月底以前 以银行转账的形式 汇入学生的银行卡 此次圆梦大学项目的总款项 预计达到1000万元以上 爽都市张默星南报道 想要申请圆梦大学 助学项目的同学 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也希望所有的考生 都能够迈入大学的校园 能够体验美好的大学生活 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 长春市住房公积金方面的消息 近日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对长春市2021年的 住房公积金缴存的基数 进行了调整 具体的调整比例 咱们了解一下 近日记者在长春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了解到 长春市2021年住房公积金 缴存基数有所调整 根据吉林省统计局发布的 吉林省2020年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信息显示 长春市2020年城镇 非私营单位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90,372元 现对长春市2021年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 这是根据什么人群调整的 所有人群 咱们上线是由2142变成了 现在的225593 就比如说咱单位有那个大于 这个缴存基数上线的 那原先不是按照2142吗 你就得给人重新调一下 调过之后就变成那个 现在最高的上线缴存基数了 记者在长春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 本次调整的区域 韩双阳区 九台区 榆树市 德惠市 农安县 公竹林市 2021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线调整为 22593元 有关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的单位 可通过长春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网上大厅进行办理 首昂都市 西然海军报道 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 值得信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吉林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对应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本来没有长春万科地产特预约赞助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首昂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 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爆料视频和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最高可以获得千元现金奖励 昨天神舟12号载人飞船的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开启了我国航天历史的新篇章 那昨天15点54分神舟12号载人飞船 与天河核心舱完成自主快速交汇对接 那么在当天的18点48分 三位航天员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 来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入轨后 顺利完成入轨状态设置 于北京时间2021年6月17号15时54分 采用自主快速交汇对接模式 成功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 与此前已对接的天舟2号货运飞船 一起构成三舱船组合体 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6点5小时 相对于天舟2号来讲 我们这一次的对接时间更短 相当于节省了大概有一圈 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在神舟12号载人飞船 与天河核心舱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汇对接后 航天员乘组从返回舱进入轨道舱 按程序完成各项准备后 开启核心舱舱门 北京时间2021年6月17号18时48分 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 汤红波 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 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我们共同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时刻 就是航天已经进入到天河核心舱里了 航天员乘组进入核心舱之后 他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主要是电解质养的一些档位的一些设置 还有呢就是水箱的一些安装 用水吃水用水的一些和生活 基本生活有关的一些工作 另外呢他要对睡眠区进行一些整理 此外航天员乘组还要进入到货运飞船 把货运飞船的一些物品运到核心舱进行安装 据了解无线WiFi设备已经被带上太空 航天员乘组计划18号上午安装 我们天上的网和地面的网是连成一体的 有了这个WiFi之后呢 航天员呢就可以和地面的人员 甚至是他们的家人进行沟通 可以进行顺畅的沟通和视频通话 守望都市报道 以往呢在吉林市各个街道的救助中心大厅里 可以称得上是人满为患 而最近呢来这里办事的人少了很多 那据了解呢发生这样的转变 来源于社会救助中心智能化变革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记者在吉林市哈达湾街道社会救助服务中心 见到了已经工作八年的郭彦春 一见面他就兴奋地给我们讲了件高兴事 他服务的一位社区居民李小峰 用不久前救助中心统一指导安装的 智慧救助手机APP 顺利的提交了低保申请 通过了审核确认 郭彦春说李小峰是一名尿毒症患者 平时出门不太方便 有了吉林市民政部门的智慧救助系统 像他一样的居民就能足不出户申请救助 操作快捷高效 回想起2013年刚刚来到哈达湾街道救助中心的工作经历 郭彦春不禁感慨 现在的变化太大了 那时候社会救助的审核周期大约需要30个工作日 期间工作人员要完成政策讲解 受理申请 材料入户核查等一系列工作 提出申请的群众则需要带着所有材料到业务大厅来办理 万一拉下一项材料就得多跑一趟 如今有了互联网加社会救助的智慧救助系统 居民只需要在家上传几张照片 简单几步操作就可以完成全部申请流程 符合条件的申请五天内就能得到确认 对于咱们那个地保护来说 它省去了很多就是路程 在家可能三分钟之内就可以摆咱们整个的 就是家庭情况在那个微信上进行上传 那可以通过就这几张图片 就已经完全就是能够展示出 参加的困难情况困难原因 具体情况就很明晰 对于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呢 也是减轻我们工作人员压力 同时吉林市社会救助系统平台 与医保部门共享数据 加强了对符合医疗支出型 临时救助的网络检测 吉林市民郑中华身患癌症 每个月都要住院 除去基本医疗保险报销 大病保险商业保险报销 医疗救助金外 自费的费用还是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 而这个月郑中华出院后 将医保数据传到了 沿江街道救助中心平台 工作人员确认后 又给他发放了 游市社会救助事业局 拨付的550元临时救助金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即使被救助对象没有主动申请 也能享受到应有的救助 真正实现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 减轻了老百姓的压力 我们下一步呢 总体的想从这个低收入人口的动态监测 和这个常态化帮扶角度处防 然后呢 也建立一个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 更好的积极主动发现这个救助对象 同时呢 做到这个监测预警都能 物业服务联系千家万户 关系百姓切身利益 那么从去年开始呢 通话市以红色物业建设为抓手 坐时坐戏物业服务工作 着力解决老百姓的急愁难问题 让居民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通话市东昌区鸿康历城居民小区 有4000多户居民 小区面积较大 对于行动不便的居民来说 进出小区都是个难事 去年6月份 小区红色物业一成立 就出资近7万元 购买了两台便民服务车 从早7点到晚6点 在小区内提供循环接送服务 5分钟一趟 让老人孩子和残疾居民出行不再犯难 为我们解决了便民车 是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 我们老百姓切实实实年 也感受到红色物业 给老百姓确实带来了死惠 重点为要居民出行 生活设施维修等领域 开展服务 把党组织成立在物业 就是要把党服务为民的理念 真正的延伸到群众身边 通话市立井花园小区 居住人口比较多 每天都有大批快递送达 由于前期管理不到位 时而会发生邮件遗失 为此 小区红色物业根据居民诉求 着手打造了小区便民服务站 由社区和物业共同与快递公司 建立对接制度 指定了快递服务专员 开通了预约 寄存 查询 带领等多项免费服务功能 通话市还在全市各小区内 成立了党群服务中心 开设了书画活动室 红色影院 营养膳食教室等红色服务项目 将红色物业服务功能 进一步延伸和丰富 经过一年的建设 目前通话市808个小区中 红色物业达到689个 并打造了44个红色物业示范小区 累计为居民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207件 有效形成了业主物业社区的良性互动 今天上午 吉林省红十字会联合长春市南关区 自强街道重庆路北社区 在社区文化小广场 开展了一场志愿者服务活动 为社区居民进行义务理发 健康咨询 眼病检查等服务 上午9点 在重庆路北社区的文化小广场上 迎来了一批身穿红白相间马甲的人 他们就是来自吉林省红十字会的志愿者 现场也有很多居民 听说有人能免费为他们理发 聊血压 检查眼睛 也都纷纷参与其中 您平时理发都是谁给您理啊 我自己 自己剪的 那您是高手啊 今天多大年龄了 没有事了 既往有没有啥病死啥的 就是血压搞 高血压多些年了 9年了 别的没啥事啊 有点严重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此次的侯十字会志愿者服务 实施计划 为期三年 将利用每周六周日的时间 组织志愿者进入社区 为社区百姓提供健康益诊 应急救护培训 免费理发等项目 这些志愿者呢 咱们是来自各个行业 他们都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 参加到红十字会 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当中去 为咱们社区的老百姓呢 就是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我以前也从事过这个美发行业 然后这次我们红会组织这个活动 我就这个报名上参与了 在现场参与活动的居民 大多都是老年人 他们说 由于腿脚不好 所以平时出门也成了负担 如今 医护人员走进了社区 这让他们感受到了方便和温暖 我家就在这个楼住 我看这家有活动就下来了 我原来眼睛做过 白内障做手术了 完了他说 这个还能给复杀复杀 就是咨询一下孩子闪光的问题 我们的时间也有限 你看都复到家了 能够进一步了解 然后都节省时间 守望都市 嘉越 富强报道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招聘信息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 根据医院发展需要 面向社会招聘合同制 工作人员43名 那么具体的招聘要求和报名时间 我们来看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 根据医院发展需要 以面向社会招聘合同制工作人员43名 招聘要求为 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 35周岁以下 符合岗位所需要的学历 专业工作经历等 报名时间为 2021年6月23号9点至11点30 下午13点30至16点 联系电话为 0431-8991-2501 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 统一安排 由省教育考试院组织的 2021年下半年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将于2021年9月25号至9月27号进行 报名时间为2021年6月23号10点至2021年7月12号18点 本校已设考点的在校学生必须在本校报名 获得跨校报名 网上报名 采用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报名系统报名 具体信息考生可以登陆中国教育考试网查询 长春天然气集团火线公司 定于2021年6月21号至27号 对下类小区的居民用户进行燃气管线 燃气设施入户安全检查 具体安检小区为 奔驰花园 童馨花园 新宇兰湾 德意经典 大学生公寓 德意名典 首网都市编辑报道 长春消防第五届运动会开幕 共设置了34项科目 1200余人参加 有检验单兵耐力的5000米跑 展现团队协作能力的 攻击组中国操 打击饭圈乱象 网信办开展专项整治 第一呢清理有害信息 第二呢坚决处置 这些职业黑粉 第三呢坚决处置 中融乱象的网南平台 特别是对这些履教不改的网南平台 我们肯定会重言重重 进行处罚 为期三天的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 第五届消防运动会 在长春会展中心的体育场 拉开帷幕了 34个竞赛项目与救援科目组合 在提升一线队员的体能和作战能力的同时 也让大家拥有了一次同场竞技的机会 来自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 大队消防站 单边站的千余名消防员们 奋勇争先各显身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经开体育场 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 2021第五届消防运动会 比赛项目和训练科目相结合的方式 也真正的起到了练兵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大队情报指令推送发现这辆车有伪造变造车牌的嫌疑 发现它最后出现的地点是在里松哪一个区域 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就立刻起来摸车去找这辆车 长镇路是光明的主干道之一 这辆车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在路上围停 交警尝试联系车主的时候 发现车上留的电话还是错的 后来只能通过大数据查找车主 并传唤到现场 回到中队之后 交警进一步地核实发现车辆的号牌对不上 也就是说车辆可能存在假套牌的情况 贴在哪里的 这个数字是贴在哪里的 贴在哪里的 这不是哪里的手紧 就这样贴的 没在哪里 眼看证据确凿 吴某承认自己的车是外地号牌 早晚高峰期出行不方便 行驶中又产生了八宗违法 为了躲避交警的处罚和电子警察抓拍 就自己网购了两个数字的贴牌 平时出门的时候呢 随机贴上躲避抓拍 因为数字八用了多次 怕穿帮就扔掉了 所以被查获时 车上只有数字二的贴牌 我们在问他 早上是否有再次使用 他说有 有粘贴二字号码 对他这个违法 他自己也陈述了 是的确在使用这个情况了 目前设施车辆已经被暂扣 交警也以违法变造号牌 对吴某进行处罚 只有车辆所有违法都处理完毕 才能取回车辆 为了提升群众的交通出行满意度 今日呢 江苏南京首个感应式行人过街信号灯 在水西门大街亮相了 咱们来一块看一看 这处行人过街信号灯 开上去没有什么特别 但在巴马县的两端入口处 都设置有黄色的行人等待区 一旦有人进入到等待区 就会被周边的交通检测器识别 我们的检测器可以自动识别到 这边有行人或者飞机动车 有通行需求 这个时候呢 路上东西向原来的 这个机动车通行状态 我们都给出一个 行人过街的一个信号 要保证这个信人呢 能够顺利地过街 也就是说 当南北向斑马县 没有行人通行 东西向机动车信号灯 就会一直保持在长绿状态 如果有行人出现 机动车长绿的信号灯 就会马上倒计时 然后进入33秒的红灯时间 这个33秒也是根据 道路行人平均过街时间来确定的 在夜间的时候呢 这个路口 因为夜间这边的商业街啊 基本都关了 一方面我们的行人检测人员 是打开的 路上的信号呢 会有一个黄闪状态的信号 当行人进入到检测区之后 黄闪会变成正常的 这个红绿灯的信号 可以保证行人是绿灯通行的 根据交管部门的统计 此处改应式信号灯 投入使用后 该路段行车效率 全天提高20% 行人等待时间平均缩短15秒 接下来交管部门 将在其他地点陆续推广 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中国移动全天账 畅想智慧云生活 本来没有长春万科地产 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呢 也正在进行当中 欢迎大家随时 给我们提供爆料视频 和新闻线索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移入饭圈深似海 可能呢 有一些人并不知道 这饭圈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呢 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饭圈呢 就是粉丝圈子的简称 指粉丝群体 每一个明星的背后呢 可能会有千百万个粉丝 那么近两年呢 饭圈粉丝群体 在网上互撕谩骂 应援打榜 造谣攻击等问题 是屡屡发生 给社会以及未成年人的身心 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那么针对这一情况呢 国家也开始重拳出击了 中国网信办决定 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为期两个月的 清朗饭圈乱象整治 专项行动 一大批粉丝在机场等候明星的场面 堪比春运 狂热的粉丝 甚至把机场扶梯的玻璃都挤碎了 近日 粉丝疯狂追星行为常有发生 就在上个月 一架杭州飞往北京的航班上 因飞机前舱有男团成员 在飞机落地滑行阶段 后舱有多名粉丝站在过道上 并涌上前舱 即使机组人员一再劝阻大家回到座位 但无人听劝 这边都回到原位坐吧 谢谢 粉丝的行径引起了网友的强烈谴责 除了粉丝疯狂现场追星 甚至还有教师要求自己的学生为偶像打绑助威 半圈粉丝群体问题屡见不鲜 不少人觉得 不仅把网络上搞得乌烟罩气 还污染了社会风气 更是对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了不良影响 所以近日 中央网信办决定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 青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重点打击以下五类饭圈乱象行为 一是诱导未成年人 应援集资 高额消费 投票打绑等行为 二是饭团粉丝 互撕谩骂 拉财引战 造谣攻击 人肉搜索 侵犯隐私等行为 三是鼓动饭团粉丝 攀比炫富 奢靡享乐等行为 四是以号召粉丝 雇佣网络水军 养号形式 刷量控屏等行为 五是通过蹭热点 制造话题等形式 干扰舆论 影响传播秩序行为 采访中 有不少人表示 自己正在追星 或者曾经追过 绝大多数人表示 追星的方式 仅仅只是关注明星作品本身 或者通过社交平台 掌握明星动向 秦鱼疯狂追星的方式 还没有经历过 你了不了解 就是不理智这种追星行为 这种哪些 站在人家家里去吧 我一个同学 他是那个特别喜欢林俊杰 然后就是差不多 林俊杰的每一场演唱会 他都会去 这算我遇到的最疯狂的一个吧 自己生活不规律了 然后就完全铺在这个事情上 然后或者是花更多的钱 更多的精力 在这件事情上就不太好 不少家长认为 饭圈乱象 绝大多数都发生在青少年身上 除了孩子本身 家长与老师都肩负着 正向导向的责任 今年人他没有分辨能力 而且他的钱并不是他自己赚的 很大的一方面是家长的问题 可能家长对一个明星的评价 就潜移默化的 对孩子就有影响 我觉得盲目的追星 必须得约束了 达到那种程度 我认为就是应该 做做思想工作了 对当前一些网站平台上 存在的饭圈 相互的谩骂互施 调动对立 刷量空瓶 包括教唆过度消费 第一呢 清理有害信息 第二呢 坚决处置这些职业黑粉 恶意营销的群组账号 第三呢 坚决处置 中容乱象的网站平台 特别是对这些屡教不改的网站平台 我们肯定会重言重重 进行处罚 首尔都市报道 现在电信网络诈骗呢 已经发展成为最快的刑事犯罪 这诈骗手段呢 也在不断的翻新 记者呢 从官部了解到 近一段时间以来呢 冒充网红主播的电信诈骗案件 多发高发 随着网络直播平台的迅猛发展 一些诈骗分子也瞄准了这一新型行业 冒充网红主播 以婚恋交友等名义 诱骗被害人 在直播平台上进行充值消费 近日 上海警方就成功打掉了一个 利用直播平台 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 抓获340名犯罪嫌疑人 团伙采取公司化的运作模式 先后在全国十余个省市 发展代理商九十余个 有团伙成员冒充网红主播 以婚恋交友的名义 实施诈骗活动 试骗金资金高达 四千七百余万元 公安部表示 目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作案手段变化快 迷惑性强 防范难度大 诈骗活点加速向境外转移 对此 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 严打高压态势 全力开展 预警防范 今年15月 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案件 11.4万起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991亿元 案件持续高发的势头 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今天上午9点 长春市防控松财 现重病守护绿色 好家园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主题 宣传活动 在近月潭国家司令公园举行 本次活动 旨在让更多人了解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的 相关知识 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 对于维护区域森林 资源安全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此 长春市林业和园林局 携多家单位 共同举办防控松财 现重病守护绿色好家园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宣传活动 据了解 现阶段 长春市头号林业有害 生物防控对象 就是松财现重病 松财现重病 也是全球森林生态系统中 最具危险性 毁灭性的林木病害 它主要是侵染 我们的松财植物 松财植物一旦被侵染 最快40多天就可以死亡 目前它已经在我们国家 分布到721个县级行政区 长春市目前没有 这个松财现重病的分布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本次宣传活动 主要通过向市民朋友 展播宣传纪录片 展示科普照片墙的方式 进行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的科普宣传 如果市民朋友发现树木 遭受松财现重病危害的时候 或者发现有违法违规 钓鱼树木线索 请及时与林业部门取得联系 电话热线是88779737 榆树市的松树覆盖面积 4万5千公斤 通过参加此次活动 我们回去要加大巡查力度 对枯黄枯死树 进行及时取样净检 守望都市赵熙张阳报道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注身边的环境 环境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 那么随着自然环境的逐年变好 一些野生动物 也重新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 四川阿坝若尔盖县 被誉为是中国黑井鹤之乡 素有黄河蓄水池之称 是鸟儿滥以生存的家园 近日在若尔盖 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上百只黑井鹤就出现在了这里 黑井鹤是世界上 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 6月上旬 若尔盖天朗气爽 碧水蓝天下的草原湿地 景色优美 处处生机昂然 上百只黑井鹤在这里栖息觅食 这次在保护区观察到 大概有一百多只黑井鹤 我们到现场去观察的时候 就发现这么一大的种群化 在我们保护区是应该是第一次建造的 据我们观察的话 这个应该是群岩子的原料 也就是鸭层体的黑井鹤 它因为一到两年里 它没有繁殖的人物 所以就大规模地在这个地方积去 据了解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于1998年8月由国务院批准建立 2008年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为黑井鹤等珍稀动植物 提供了优良的栖息环境 我们再来关注野生亚洲象 目前在我国西双版纳和普尔等 亚洲象常年活动的地区 当地为了减少亚洲象进村入户的频率 尝试人为扩建亚洲象的石原基地等 满足亚洲象的去实需求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云南普尔 斯茅区一处亚洲象石原基地 这里的大象是唐自2018年建立之后 周边的大象经常光顾这里 进村入户次数也较以往明显减少 工作人员介绍 大象食堂的用地都是因亚洲象侵扰频繁 而撂荒放弃种植的土地 现在政府每亩补助200元 鼓励农户按照不同时令 种植甘蔗 芭蕉 玉米 红薯 菠萝等 亚洲象喜爱的食物供其采食 现在我们主角的政府来这个食品值得 我们来打工100日天 最近就是放着200块 一年还是国家是有200万的块 此外 当地还在食物原基地周边 和水源较为充足的区域建设人工消糖 保证亚洲象对盐分的需求 目前 普尔市在亚洲象活动频繁的区域 已种植4000余亩食物原基地 人工消糖32处 同时对重点区域 重要时段 定点投食 以降低食物短缺季节 亚洲象进村取食频率 减少人身安全威胁 有效保障群众的经济利益 首旺都市编辑报道 怕质糖 喝减醇 俊乐宝减醇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酱心美味 醇香牛肉 泡韵牛肉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2021款马自达CX4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个人结构性存款 好收益 放心存 盛金银行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 多云转雷阵雨 零上16到零上24度 白城 多云 零上15到零上24度 松园 多云转小雨 零上16到零上25度 四平 多云转小雨 零上16到零上25度 辽园 多云转小雨 零上14到零上25度 吉林 多云转小雨 零上16到零上25度 通化 多云转小雨 零上14到零上24度 白山 多云转小雨 零上12到零上24度 延吉 小雨 零上14到零上22度 长白山小雨 零上10到零上23度 长春 多云转雷阵雨 零上16到零上24度 东风本田享誉 锐混动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看伏科生宝宝做叶子 到博大喜宝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东风日产天籁2021款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移动全天照 畅想知悔云生活 清雪八月片 国药新红穴 血好心脑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为您直播的首王都市 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 给我们的留言情况 尹丽连说 之前都不知道 原来前几年长春露面 就看到过共享单车 原来他们都是 没有经过审批的 之前还纳闷 怎么就说刚投放 早就看过了 原来是这回正规了 车也正规了 是不是管理也跟得上了 你看小仙仙说 她真觉得共享单车 挺方便的 尤其是夏天天气好 骑车多好玩 还当运动了 骑一下午 也花不了几个钱 其实在共享单车 没有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自动车买了 刚买完车 共享单车就会来了 出现了 还有这个疯狂的石头 原来说 又能锻炼身体 还特别的环保 其实安格就是一个 就特别环保 特别爱运动的 这样的一个 非常有活力的人 好了 提醒大家 稍后的经典剧场 将继续播出 都市生活剧 二胎时代 欢迎收看 明天见 明天见